法师慈悲 各位联要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阿弥陀佛能够救度广大无边的众生 我先把经句法语先读一遍 《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第十八愿 设我得佛 十方众生 自信信乐 预生我国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为求无逆 诽谤正法 唐人大师法语 按王摄成所说无量寿经 佛告阿难 十方横河杀诸佛如来 皆供称赞无量寿佛 为神功德不可思议 诸有众生 闻其名号 尽心欢喜 乃至一念 自信悔向 愿神彼国 急得往生 诸不退转 为主无逆 诽谤正法 按此而言 一切外凡夫人 皆得往生 又如观无量寿经言 做无逆十二 具足不善 亦得往生 今天是学习阿弥陀佛第十八月里面的十方众生 十方众生 其实讲的就是根基 就是说 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念佛得度呢? 阿弥陀佛要救度的对象是哪一种人呢? 如果说今天对象是菩萨 那只有菩萨才能够念佛 对我们普通人基本上就没有用 因为讲南无阿弥陀佛是万德鸿名 讲念佛多好多殊胜 但是最后只有菩萨念佛才管用 那我们等于是白听了 是不是? 好像你介绍一台手机有多少优点 可能可以自动开锁 容量很大 相机很优秀 功能非常的多 但是一看 这价格是一台美金十万 那我们等于就白看了 为什么? 因为一台十万的手机 也只有有钱人买得起 我们普通人根本是没有办法的 各位 如果手机是一台十万 请问你买得起吗? 买不起啊 所以 知道对象目标是很重要的 要不然 我们学佛学到最后 可能会发现 法门原来并不适合自己 所以阿弥陀佛一开始 就先说十方众生 这句话 就等于说包括全部的众生了 全部的众生都有资格念佛 有时候佛经会讲六方 有时候会讲十方 其实就是包括 无量无边所有的一切众生 像另外一部《无量寿经》就有提到 是所有十方无量无边 无数世界一切众生 就是说阿弥陀佛要救度的对象 其实是包括所有的众生 十方众生就是代表说所有的人 当然也包括我们在场的每一位 我们是老的、年轻的、健康的、生病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黑的、白的、有头发、没头发的、身前身后、种种的、全部都包括了 要不然就不符合阿弥陀佛所讲的十方众生了 像最有名的西游记里面 各位 西游记里面最导弹的 那大家知道是哪一位吗? 西游记里面最导弹的可能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孙悟空了 所以在西游记的故事里面 导弹的孙悟空就被里面的如来佛祖给抓去 那当时孙悟空就是很傲慢 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了 所以他要跟这个如来佛祖比比看 看看谁比较厉害 如来佛祖就说 如果孙悟空你能够飞得出我的手掌心 那我佛祖就会认输 那相反的 如果说不行 孙悟空就要听话 孙悟空当时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 怎么会不接受 结果他咻的一声 一个跟头就飞到十万八千里 能够飞到天外天 他认为说 自己飞到十万八千里的天外天已经够远了 所以就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天外天五个柱子的山 那里就有一个特别的山 五个柱子的 那孙悟空就在那里写 我孙悟空到此一游 就把这些名字给写上去 写完又再飞回去 结果回去才一看 才发现刚才的五指山 各位 那个五指山请问是什么呢? 原来是如来佛祖的五根手指 就孙悟空飞到十万八千里以外 还是飞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 所以有一句话说 你再厉害都飞不出我的手掌心 就是从这里来的 那孙悟空再厉害 其实也是输了 各位讲这个小故事 是要说明 阿弥陀佛第十八月的十方众生 十方众生就是代表我们众生 怎么样的调皮导弹也好 好像孙悟空一样 蹦蹦跳跳的 但是还是飞不出阿弥陀佛 要度十方众生的如来神场 因为十方众生就是涵盖所有的人 什么样的人 都是包括在十方众生里面 听说西优记的里面 这尊如来佛祖 真的是用阿弥陀佛来做模板的 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 一开始就是说明说 还要没有遗漏的救度十方众生 那简单来说 就是谁念佛谁都能够得度 而且十方众生里面 佛还说 诸有众生闻其名号 一开始是讲十方众生 过后就讲诸有众生 这里讲的有 其实是佛教的名词 这是代表说阿弥陀佛 要救度六道轮回里面的凡夫众生 并不是圣人 因为诸有众生的有 是代表说有烦恼有业障的众生 我们凡夫跟圣人佛菩萨 差别就在这个有字 佛门的圣人 像阿罗汉菩萨叫不生后有 就是说 圣人已经胜到空性 是已经没有烦恼了 已经移开六道轮回了 那讲诸有众生 就是讲我们这些有烦恼的凡夫 我们凡夫就是有的东西太多了 有烦恼 有业障 有一大堆的 所以就卡在轮回出不去 像释迦摩尼佛出家前是因为王子嘛 我们都知道的 当时他就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就叫做罗侯罗 各位 你们知道这个罗侯罗是什么意思吗? 罗侯罗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枷锁 就是一个锁头 所以释迦摩尼佛我们看他果然是来成佛的 因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叫做锁头 这是看清楚事实真相的人才能够讲出来的话 但是我们普通人就不会的 我们普通人生了孩子 哇 全家人高兴的跳起来了 以后要给他上最好的大学 要当医生 当律师的 但是释迦摩尼佛生了孩子 反而是愁眉苦恋地说锁头罗侯罗 旁边的人听到还以为是什么好名字 结果就给他取名罗侯罗了 后来才知道是锁头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佛菩萨跟凡夫的分别 佛菩萨是不生后有 但是我们凡夫就是诸有众生 我们众生真的是太多烦恼 太多业障了 如果真的达到没有的时候 像佛菩萨一样不生后有 才是真自在生解脱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有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我们有的都是轮回的东西 所以一直活在烦恼痛苦当中 人生其实空手而来也是空手而去 什么都带不走 我们什么都没有带来 什么也带不去的 是不是 各位 你现在赚的钱再多 最后你是连一块钱都带不走的 不相信的话 我以后把这个一块钱放进你的棺材 十年以后你再打开 一块钱还是在那里没有人动过 那我们连我们自己的身体都带不走 那更何况是其他的东西呢 但是凡夫他是看不清楚的 就以为说 这个是我的 那个是我的 就算是学佛的人 还是看不清楚的 道理可能都懂 无我无所有的 讲道理的时候 口水都掉下来了 但是呢 事情遇到的时候 烦恼照样生热起来 是啊 今天谁敢说自己没有烦恼的呢 你没有烦恼的话 各位啊 你早就是佛了 所以主师谭卵大师就解释 无量寿经诸有众生闻其名号 按此而言 一切外凡夫人皆得妄生 就是说 阿弥陀佛要救度的诸有众生 指的是外凡夫人 外就是门外 一般讲的门外汉 就是还没有进入佛法大门的众生 这些都是阿弥陀佛首先要救度的对象 一般以为说 阿弥陀佛要救度的 就是那些很厉害修行的 结果 我们看 阿弥陀佛要救度的 反而是佛门的门外汉 外凡夫人 各位我们要知道 佛法讲的入门 并不是看这个自立的 有些人以为说 我学佛30年50年了 那我一定不是门外汉 我是入门弟子了 老实说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佛法的入门 至少你要成为断烦恼的阿罗汉 这才是刚刚入门的第一步 如果说今天你学佛30年50年 烦恼没有断 没有证到阿罗汉 还是菩萨的果位 那对不起 你学了这么久 还是佛门的门外汉 学佛学了50年 你只是学一个知识而已 只是在门外面走来走去 在研究这个门是什么东西而已 但是从来就是没有入门过 没有断烦恼就是没有入门 我们始终是外凡夫 是门外汉 不要看到一个人讲道理 可以讲到滔滔不绝 佛学文凭一大堆的 硕士 博士的 我们就以为说他真的了不起了 要知道他的业力烦恼 可能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 因为古大德常常说的 口口谈空步步行用 史上谈兵的人是很多的 像以前有人说自己很厉害打仗 这个战略 那个战略的 结果一上战场没两分钟就被杀死了 史上谈兵就是这样 外凡夫学佛也是这样 讲金刚经开悟 可以来无所来 去无所去的 讲心经可以讲到不生不灭 讲到自己好像真的是一尊佛菩萨了 结果回家的时候 还不是会跟家人吵架 还是会跟老板同事不合 还是会抱怨政府 还是忙五一六成劳勃孩子的事情 生一个病的时候还是会紧张 没钱的时候还是心慌慌 所以什么叫做门外汉 这就是门外汉 台人大师说是外凡夫 所以祖师道错大师就说 外凡夫都是信心轻毛不定据 就是说这个人是不定的 就算他学佛 他对佛法的信心 其实也是不稳的 可能他平常会说佛法很好 会说法界最伟大的就是佛陀了 但是事情一来的时候 佛法可能就放到脑袋后面了 尤其我们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这个时代的人整天就是向钱看齐的 这个钱不是前面的钱 是金钱的钱 就是讲到赚钱的时候 才不看什么造业不造业的 眼睛一观 良心盖一盖 谎言说一说 照样还是去错 还有人情 感情 爱情一来的时候就冲混头了 什么理智都没有了 不学佛的人他已经在造业 学佛的人虽然看起来不大会 但是遇到事情的时候 也是往往把佛法放在一边的 受不会的人 你只是还没有遇到而已 像有些人可能说 师父 我不会的 我是把佛法放第一的 那好 那我请问 明天如果说要马上来出家里行不行呢? 你是不是担心家里? 是不是担心公司? 是不是担心银行的钱不够用? 那请问 这个叫做把佛法放在第一吗? 真的 我们都是外凡夫 都是信响 信毛 都是不定的 尤其轮回一转 前世是谁做过什么 全部都旺旺光了 所以道错大师说 现行的众生 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凡夫 这个我们要承认的 就不要这么耗面子 像有些人明明是凡夫 结果他还故意装成很会修行的圣人 好像很有道心 那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面对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不面对问题 你迟早被这个问题解决而已 尤其我们学佛了 我们来逃避做什么呢? 我们承认自己是凡夫也不会怎么样的 因为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凡夫的时候 我们才会去找能够救度我们这样凡夫的法门 那就是这个念阿弥陀佛的法门 因为阿弥陀佛说他是度诸有众生的 这个诸有众生指的就是凡夫众生 但是既然讲到阿弥陀佛可以度到十方众生的凡夫 但是凡夫里面其实还是很多种的 因为天人也是凡夫 普通人也是凡夫 善恶道也是凡夫 那到底阿弥陀佛能够救度的凡夫范围是在哪里呢? 就是说阿弥陀佛能够度到的凡夫 是包括五逆十恶 具足不善的凡夫 各位看看 是五逆十恶 具足不善啊 他完全只有恶业 五逆十恶 具足不善 连这样的人念佛 阿弥陀佛都能够救到 那这个就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简直就是普通人讲的佛法无边 佛法无边其实讲的就是阿弥陀佛的救度 因为我们想想看 如果连五逆十恶的大恶人 连无间地狱的众生念佛都可以被救 那谁还不行呢? 这就好像一个圈圈 这个圆圈是代表阿弥陀佛救度的范围 那五逆十恶是这个圆圈最边缘最边缘的地方 还有个外面的吗?是没有的了 五逆十恶是最边缘的了 因为五逆十恶的果报是无间地狱 阿弥陀佛 是最严重的地狱 好像世俗人说的 第十八成地狱永不超神的那一种 五逆十恶的果报 阿弥陀佛就是这样 可以说他们是法界最差的众生 因为五逆十恶是连一点点的善都没有 而且最坏的事情他都做了 所以佛才说他是五逆十恶 具足不善 总结一句话 就是没有众生比他更差的了 连我们家里的蟑螂 蚂蚁都比五逆十恶更好 因为蟑螂 蚂蚁基本上不会犯到 这个五逆杀人放火 破坏佛法这么严重的 那就算我们念佛人有烦恼 有妄想 也都比这个五逆十恶更加的好 是不是?各位啊 杀父杀母伤害佛头的五逆比较严重 还是念佛头脑有妄想比较严重呢? 这是根本不用想就知道答案的 我们念佛人有妄想 再散乱也好 都比这个五逆十恶更加的强 就像阴光大师讲的 五人虽有罪业 虽少功夫 教比五逆十恶 时生数生 当父高超多多亿 何可自暴自弃 以至失耻 无上利益 大师就说 虽然说我们普通人有罪业 念了佛也没有什么惨定功夫 妄想还是一堆 但是比起五逆十恶真的超越太多了 这个五逆十恶的人看到我们普通人 好像看到圣人一样 哎呀 这个人常常到净土中的道场 参加念佛 还在家里常常就念佛 这个太厉害了 他看到我们头顶上好像在放光一样 阿弥陀佛看到我们也是笑嘻嘻的 因为虽然说我们有烦恼妄想 但是总是比五逆十恶好得太多了 五逆十恶可以说是让阿弥陀佛最头痛的 那最头痛的五逆十恶念佛都可以被救 那怎么我们还不行呢 所以佛说五逆十恶念佛都可以被救度 不用故事说要我们去犯这个五逆十恶 而是说了这个例子是让我们安心安乐的 因为可以度到这个五逆十恶 就代表说十方众生没有一位是被阿弥陀佛漏掉的 这样当我们自己念佛 或者我们看到我们身旁的人要劝他念佛的时候 也有底气了 现在如果说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一个凡夫 可不可以念佛得度呢 当然可以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看到病人躺在床上念佛 可不可以得度呢 也是可以 那老人家精神不好念佛可不可以呢 还是可以得度 连我们家里小狗小猫过世为他们念佛 通通可以得度 为什么 因为五逆十恶念佛都可以的话 就没有其他不可以的 这就是我们念佛大安心的来源 有些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怀疑说 哎呀 这个阿弥陀佛怎么不把这个标准提高一点点呢 怎么讲这个五逆十恶念佛都能够得度呢 五逆十恶念佛都能够得度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有标准了 那怎么阿弥陀佛他不要求这个五戒十善呢 或者是说呢 再多加一些什么修行嘛 讲这个五逆十恶也太难看了 有些人就是这么讲的 他呢 要积婆 给阿弥陀佛提高一点点的标准 其实讲这个话的人 如果深一点的去看 通常都是比较傲慢的 因为呢 大概他就认为说自己很优秀啦 哎呀 我修行不错啦 我修行很好啦 所以呢 把标准再提高一点 我是没有问题的 或许这个人觉得说呢 没有问题 但是阿弥陀佛觉得问题可大啦 要不然阿弥陀佛也不会发愿说要读这个五逆十恶的 所以这个标准它是不能乱加的 不信我们看 佛说的 我读一遍 利藏经 难言福提众生 举止动念 无补是业 无补是罪 业力甚大 能敌虚迷 能生聚海 能障甚道 悲华经 诸众生多行贪 一称师交慢 情心十恶 去山不善 专行恶业 如是众生 诸佛世界 所不容受 与邪道 众恶之罪 基如大山 谭卵大师 有人读完这一段 就觉得说 哎呀 我真的有这么差吗 佛也把我讲得太难听了吧 我们看 《佛在地藏经》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每一个念头 每一个动作 都是在造业 没有一个是如法的 难言福提众生 举止动念 无补是业 无补是罪 哇 哇 想想真的是太难听了 但是各位 事实真相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就像谭卵大师解释的 如果说我们众生 真的可以一切事情 都这么如理如法的话 我们早就不会在轮回里面见面了 是不是? 各位 我们今天还在这里轮回 是代表我们是凡夫还是圣人呢? 我们无量劫来 都在轮回里面 转来转去 转不出去 那如果这样不是造业凡夫 请问谁是造业凡夫呢? 就好像一个学生 他已经考试一万次 都没有及格过 那这个不用说 肯定不是读书的料啦 对不对? 这个难道还要用说的吗? 他都已经不及格一万次了 那难道说下一次会及格吗? 那现在我们已经轮回无量劫了 各位 是无量劫以来我们都在轮回呢? 这个不是三十天 不是一万事啊 而是无量劫以来我们都在轮回里面转 那肯定我们是一百分的造业凡夫 是满分的造业凡夫啊 这个满分是已经满到 都不知道怎么满的那一种啊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无量劫以来都在轮回的 我们人生考试 没有几次是可以得到一百分的 但是讲到造业轮回 我们是一百分最有经验的凡夫 没有人比我们更加厉害了 除非你说你自己是佛菩萨在来 那我就没有话讲 不过这个时代看到那些自认为自己是佛菩萨在来的 好像长得都怪怪的 所以讲到底都是愚痴 还是造业凡夫 连自己跟自己相处24个小时都看不清楚自己 以我们现在的程度 我们不要说跟佛菩萨来比 我们现在的污染连天上的天人都比不上的 我们都知道说 佛法常说六道轮回 但是六道轮回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佛说六道轮回也叫做三界 所以一般就叫做三界六道轮回 其实六道轮回就是三界 三界就是六道轮回 三界就是说在六道轮回分成三个层次 有欲界、色界和无色界 就是三种三界 那很可惜 很不幸 跟大家宣布说 我们人是在三界里面最底层 最污染的欲界 色界跟无色界是天上天人的境界 那我们人、动物、三恶道 还有一些低级有欲望的天道 都是属于最低级的欲界 欲界上面的色界、无色界 他们可以说是已经离开欲望了 像在色界的天道 它是没有男女的分别的 也不需要食物 也不用讲话 完全活在这个光明当中 如果我们在色界可以说 就不用这些电脑还是麦克风了 我们直接放光就能够明白要讲什么了 色界就是这样 那讲到最高的无色界更是高级 无色界是轮回里面最高的境界 因为那里不只说没有欲望 而且连这种物质的身体都没有 完全是在空无、立世、只有精神的世界 各位这些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 你这个没有身体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你看根本是没有办法想象 但是佛说事实就是这样 天道的色界跟无色界 它是需要禅定的功夫 四禅八定才能够感应的 如果说今天你单单做好人 做好事、修五界十善都还去不了的 那里需要加上禅定的功夫 辅助烦恼才能够感应 那虽然说天上的色界跟无色界 是有禅定的功夫 但是其实他们还是没有断烦恼 所以还是属于轮回里面的反复 只是说 比起我们这些人类反复就好得多了 因为我们人的欲望太多了 我们看 我们欲揭的人类就是需要所谓的财色民实睡 睡觉要睡好的 床要够软 冷气要够冷 食物要够香、够辣、够咸、够甜 酸甜苦辣 到最后还在头痛 不知道要吃什么好 有些还要找对象 有些还要被人家称赞 要荣誉 还会感到生气 会动摇 种种的 所以真的是一个欲望的世界 各位 我们可以想象看 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欲望的话 请问是会怎么样的 我想很多名牌手机 名牌汽车都要倒闭了 这个餐厅也开不了了 很多店面可以说就没有了 因为人没有那个需要 但是现在不是嘛 你看我们一出去 你一上网 你各式各样 什么鬼东西都有得选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讲白了 其实都是一个欲望形成的世界 那有欲望 又怎么会不造业呢 我们连我们自己造业都还不知道吧 像有些人说的 我买贵的东西有错吗 我住的舒服一点有问题吗 当然是没有问题 只是 财色明十岁 地狱五条根 通常跟阎罗王报道的人 都是欲望很多的人 那你说 欲望有没有问题呢 佛在《无量寿经》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说要比较的话 我们这些在欲界的人 跟天上的众生来比 都不知道差别千万亿倍 就是说 天人的程度比我们人好得太多了 就好像哪一位王帝 跟一位乞丐来比较一样 各位 乞丐跟王帝能够比较吗 根本就不用比 差别太多了 但是 佛又说 如果说天人跟佛菩萨来比较的话 又差别千万亿倍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这些欲界的人到底是排在哪里呢? 就是 后面的千万亿倍 广东话有一句话说 某岸台 就是没有眼看了 我们人有时候还觉得说 我自己很厉害修行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这些都是没有见过世面 好像没有见过钱的人 那我怎么不是功德无量呢? 我跟释迦牟尼佛可以说都没有两样了 我也是佛了 这个天上的天人看到 一定笑到肚子痛的 天人通常也不会笑了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理 我们讲 不跟一般人的见识 真的是不跟一般人见识的 好像小孩子在那里玩家家酒 他说我自己是总统 是大富翁 各位 我们听到小孩子这么说 我们会理他吗? 当然不理啊 看看笑笑就好啊 天人看到现代人讲自己会修行 也是这样 哎呀 这个地球的小凡夫啊 说自己会修行啊 禅定都没有 椅子都坐不住 听课都在打课 所以还说自己会修行 广东话也有一句话说 拖你都熟啊 离你都傻啊 连天人那种禅定都不算是修行成就 因为都还在轮回嘛 那我们普通人还凭什么讲自己会修行呢? 所以佛说 真的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行为 念头其实都在造业 这个业就好像大海高山一样的大一样的深 不学佛的人也造业 学佛的人也很难不造业 尤其有些人学佛久了 结果他的傲慢越来越严重 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 所以可以说 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离不开 这个贪嗔 失 慢疑这三途的业力的 这不是佛夸张的话 我们冷静想一想 看一看 反省反省 我们会发现这个是事实来的 要不然佛也不会说 下一世 人类在当人的机会 只有千万亿分之一的爪上尘而已 在《涅槃经》里面就记载 佛就说 真正解脱的众生 几率只有指甲上的灰尘而已 失去人生 堕三恶道的众生 就好像整个大地泥土这么大 众生刚从这个三恶道出来 但是没多久又掉下去了 有些人听到这里可能觉得很奇怪 不是说有五戒十善 有些人 确实也可以修到五戒十善 但是就是不多 非常的少 因为众生都有无量解的业力 不是说你想要改就可以改的 好像有些人 他吸烟 喝酒 你想让他改都很难 这才几十年的习气都很难 更不用说是生生世世的 想很容易讲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但是做起来是什么 还是很难的 就算你真的做到改恶向善 守到五戒十善 但是还是出不了轮回的 还是达不到解脱的标准的 因为你要从轮回当中解脱 就是要断烦恼 要破相 但是主师说 我们普通人就是被轮回的虚妄相所骗 我们就是把世间的东西当做是真的 就是看不破 放不下 像有些人做了好事 还在意自己做了多少的好事 我在帮助谁 我付出了多少 我做了什么 那我要得到什么回报 各位 佛菩萨不是的 断烦恼的佛菩萨做了很多 但是就当做好像没做一样 佛菩萨做的一切事情 都不求什么果报的 就是一心为众生 就算这样发心为了众生 还被对方骂 还被对方陷害种种的 那佛菩萨也完全不会在意 因为佛菩萨知道 一切相都是虚妄的 只是梦中佛事而已 但是我们凡夫不是啊 我们凡夫学佛 嘴巴讲 三界是虚妄的 轮回是假的 但是事情来的时候 还是假不了 是吧 各位 请问你们还会不会发脾气 奇怪了 如果你知道是空性 照见五欲皆空 那你怎么还会发脾气呢 又请问你生病的时候 会不会感到很痛苦很辛苦 那又奇怪了 你不是说是虚妄的吗 虚妄的你怎么还会有苦的感觉呢 那今天如果说你做了好事 会不会想着得到好的果报呢 像有些人说 我听说佛门舍一得万报 所以赶快多做一点 那我赚钱就可以多赚一点了 所以各位老实说 我凡夫就是这样烦恼太多了 所以就算做了好事 修好无界十善 还是不能从轮回当中解脱的 那有人会说 师父 那个人骂我骂到这么凶 请问这个是假的吗 我痛到我这么痛痛的这么苦 也是虚妄的吗 是的 这些本质上都是虚妄的 好像我们想做梦一样 各位 如果说 你昨晚在梦里被人家骂 在梦里生病 请问这个是真实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嘛 但是做梦的时候 我们就自己都不知道 醒过来的时候才会发现 我们才知道刚才那些都是假的 那各位 佛菩萨就是醒过来的人 所以他才知道说 一切相都是虚妄 那我们凡夫 无量节一来 就是醒不过来 所以才会这么认真 才会玩得这么开心 这个七情无欲啊 恩怨情仇啊 种种的 这样的我们做得再多 就算是好事也好 也只是轮回里面的果报 做了好事 升到善道 享受福报 福报想完的时候又再掉下来 好像赚钱花钱一样 努力工作 赚了很多钱 但是过后你也花了很多的钱 搞不好你花钱花太多 你还欠钱啊 最后还要努力工作赚钱来还债 一直重复 一直赚 一直重复 一直赚 所以讲轮回就是这样 佛说的 无始生始终 夜往复世界 从天升地狱 从地狱升天 唐人大师 我从无始寻三界 为虚妄伦所回转 真的就像这个轮子一样 在那里不停的转就出不去 只要没有破相 只要没有禅定断烦恼 破分别执着 就会永远在轮回里面转圈圈 苦难永远就不会结束 所以单单有世间福报的人 还有苦难就是这样 各位想想看 有福报的人就不会苦吗? 他肯定是会的嘛 有钱人可能会对自己的人生叹气 健康的人也会生烦恼 有才华的人像一些明星 歌星 画家 也有痛苦失眠精神的问题 所以轮回的福报是去不掉这个苦难的 唯有真正的把烦恼去掉 才有办法真正的离苦得了 但是这个又不是我们凡夫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嘛 像唐人大师说的 三界是虚妄像 是污染像 是颠倒像 但是我们的看法是完全倒转的 我们看法是把世界当到真实的 当到清静的 当到正常的 不幸是吧? 那我们看 譬如说讲到佛法跟世界法 真实的佛法我们有时候是爱理不理的 但是轮回虚妄的钱就是爱到不得了 是不是? 如果说今天我一边放100万 另外一边放一部佛经 你只能选择一个 那请问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 会选佛经啊? 这是讲给佛菩萨开心的啦 如果是真的 那很赞叹 不过一般都不这样 譬如说 你看一般人 讲到上班赚钱 那佛堂就可以少来一天了 供修可以少参加一次了 很少人真的可以为了佛法牺牲钱的 因为他又不是释迦摩尼佛再来 他只是凡夫一个啊 凡夫不多人肯定是先选择钱的嘛 那有人说 师父啊 我不只是要钱 我是两个都要 你看 他还是放不下钱 有人说 没有办法嘛 没有钱又怎么行呢? 是啊 那如果说 见到阎罗王的时候 也不知道这句话 没有钱怎么行啊 能不能够讲得出来啦 是不是 各位 你见阎罗王的时候啊 请问 钱还有用吗? 人觉得说 钱很重要 结果释迦摩尼佛全部舍掉跑去出家了 所以释迦摩尼佛成佛解脱了 我们还在这里受苦受难 还有祖师说的 这个世界是污染的 但是我们都把这个世界当作清净的 不行 是吧? 那我问问看 请问各位 你们一辈子都没有去过旅行的 给我举手看看 大家都有去过旅行 奇怪咧 你刚才不是说世界都是污染的吗? 那你去旅行来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世界当作是美好的 好漂亮哦 有山啊 有水啊 有迪士尼乐园啊 迪士尼Land啊 有什么有什么的 佛讲啊 三界无安 五着恶事啊 这时候全部都忘光光了 所以最后就是颠倒不尽 我们凡夫真的就是这么颠倒的 完全跟真理佛法是倒转的 所以阿弥陀佛发愿要度到十方众生的五逆十二 要让这个五逆十二念佛都能够得度 这个标准是不可以再提升一点点的 因为如果说你再把标准 五逆十二变成五戒十三的十方众生 那立刻就不知道有多少千千万万的众生 又要被排除掉了 因为众生是做不到的 三界轮回的众生都是污染颠倒的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凡夫 唯有阿弥陀佛五条件的救度 能够度到这个五逆十二念佛都能够得度 才能够真正的把十方众生 包括我们这些可以说烂到不能再烂的众生 一个不漏的救度得到 所以阿弥陀佛是已经在无量节以前 就把我们凡夫看得一清二楚了 就好像西乌记里面的照妖镜一样 阿弥陀佛他的火眼睛睛 一早就把我们这些凡夫的本质给看穿了 看来看去 我们都是属于三恶道贪嗔痴化身的比较多 所以阿弥陀佛不敢在念佛以外 再多加一点点的条件 因为加一个条件就会死一堆人 再加一个条件又再死一堆人 所以现在污染颠倒都不要紧 你就每天念佛 每天念佛现在就能够清洗一点点 最后被阿弥陀佛接到极乐世界 再彻底的洗干净 这是阿弥陀佛能够给十方众生最好的法门 要不然你现在要求凡夫众生 在六道轮回里面修行太难了 不是说不可能 真是说太难太难了 难到不可能的那一种 我们看 释迦摩尼佛以后 再也出现不了第二尊的释迦摩尼佛了 所以我们能够说 轮回修行不难吗? 真的是太难了 坦然大师就说 三界轮回是暗宅 就是说我们在轮回里面 就好像在一个没有光很黑暗看不清楚的地方 你要在一个黑暗没有光的地方走路 然后不撞到任何一个东西 不掉入洞里面去 各位你想想看难不难呢? 真的是太难了 还是直接你把他救起来 放在无量光的极乐世界比较快一点 要他在这黑暗的迷宫靠自己走出来 你根本是不敢看的 就太危险了 我听过几个故事 都是普通人念佛得度的公案 这些都是近代的 从乡下到城市 从在家人到出家人都有 那第一个是一位乡下八十岁的老人家 她叫做张女士 张女士活到八十岁 但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佛法 她也不认识字 当时刚好附近有法师传授皈依 她就跟着去参加而已 她也不知道皈依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皈依是来做什么的 传授皈依的师父 她也没有多加解释 加上老人家刚才说的 她不认识字 看不了佛经 所以可以说她就这样糊里糊涂 就参加皈依了 那皈依过后 那位法师也没有跟她多讲什么 她只是跟这位老人家说 看你年纪八十多岁 应该你也不方便常常过来寺院 那干脆你在家里念佛就好 那位法师什么都没有教她 就教老人家在家里只记得天天念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 那老人家真的什么都不懂 所以皈依以后回到自己家里 她其实也没有吃素 就是家人吃什么呢 她就自己跟着家人吃什么 家里面有看电视 她就跟着一起看电视 什么佛理也不懂 也没有再回去那个寺院 但是好处是她记得师父跟她说的 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 所以她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就是念佛 念完佛孩子会叫她用早餐 每天就是这样 所以她每天有做的 其实就是念佛而已 其他什么都不会了 那各位你们觉得说 这样子的人念佛能不能成就呢 能不能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应 往生净土呢 那过了好多年 有一天早上 这个孩子还是一样去房间 把老人家叫出来吃饭 但是叫了很久都没有人回应 推开房间一看 就看到房间整个收拾到干干净净 这床也整理到整整齐齐 只看到老人家坐在椅子上 他拿着念佛诸就往生了 哦 我们讲看这样子是一枝十字的 要不然也不会事先把房间先打扫干净的嘛 那往生后三天 这个殡仪馆殡仪社的人来处理身后事 结果他们去抬老人家的遗体就吓了一跳 就以为说这个老人家还没有死 因为老人家整个身体都是柔软的 他们说他们做了这么多次的身后事 每次接触到的遗体都是硬邦邦的 但是只有这位念佛的老人 过了这么多天还是这么柔软 所以他们就吓了一跳 当时这件事情还让当地的佛教会知道 所以就安排去采访了解情况 因为就一个乡下的老人家 八十多岁 什么都不懂 什么也不会 就在家里和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就这样子念佛 欲知实至蒙佛皆淫 往生净土 还有一个也是最近所听到的 这是在中国其中一个寺院的出家人 这位出家人他是五十多岁才来出家的 他出家以前也只是当一个初工 没有什么文化 所以在传统寺院出家人的功课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做 做不来 而且中年出家 在家的习气就是很重 所以在寺院他很不受欢迎 常常被人家嫌弃 因为习气太重了 那最后他走投无路 就回到自己梯度师父那里 他师父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很无奈 还是收留他 就让他每天扫地 砍木材 做一些事情 既然其他做不了了 连找完课他都不会 毛病习气又这么多 就安排一些找物给他做就好 但是有一个有点是 这位出家人就是一直念佛的 他毛病习气很多 但是他嘴巴就是一直念 南无阿弥陀佛 就降到了七十多岁 有一天他去找他这位师父 这次他很难得 很严肃 很庄重地跟师父的鼎礼 他感恩师父不嫌弃他 并且说他三天后 阿弥陀佛要来接他了 就要往生净土了 他师父一开始还不相信 因为这个弟子从来都没有这么正经过的 一直以来都是习气很多的 当然就没有把他的话当真 他讲三天后正好是弥陀佛 那还真的 当天这位法师冲好粮 换好衣服 沐浴更衣 就这样坐在房间往生了 思缘的法师们连友们知道的 所以吓了一大跳 因为没有想到这样的法师 也能够抑制十字往生净土 还有一个也是发生在台湾高雄的 这位叫勇人法师 勇人法师他天生是比较笨的 出家前人家叫他傻瓜 出家后也是被人家叫做傻傻法师 他一辈子可以说是业障比较重了 为什么 因为出家前他的儿子出去做生意 就克死他乡死在外地 他的太太也因为伤心过度而死了 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而且勇人法师出家前还曾经被汽车撞过 他现在的脚走起路来是很不方便的 这些种种事情让他体会到佛说人生是苦 所以就到寺院拜师出家了 出家以后其实他也常常生病 还有几次很严重 所以可以说一辈子很不如意 过得比普通人更加不好 由于说他身性比较呆比较笨 所以出家后从来都没有人重视过他 他也做不了什么事 所以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存在感的人 甚至还会被人家看不起 只是大家对他的印象 就是知道说勇人法师常常念佛 那有一次勇人法师感觉不舒服 那吃完饭 没有想到他就跟大家说 他要洗澡回极乐世界的家了 当时大家听到都笑话说 这个傻瓜法师又在讲傻话了 大概心里就想到说 你这种人还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吗? 怎么可能呢? 但是勇人法师就说了好几次 过后他洗完澡换好身符 就到佛像面前礼佛三拜 没拜起来 就是看着佛像在笑 好像真的看到什么东西似的 过后他又到他师父的灵位 他的师父当时圆寂了 就到师父的灵位拜了三拜 过后突然就盘腿念佛 那大家应该记得刚才我在前面说的 勇人法师的腿是车祸不方便的 他连走路都不方便 更不用说是盘腿 但是没有想到这次能够盘腿了 而且是轻轻松松就盘了起来 但看到很不寻常 就想搞不好是真的阿弥陀佛要来接引了 所以就陪着他念佛 结果过了没有多久 勇人法师就这样盘腿坐着念佛往生了 这是发生在台湾高雄近代的一个故事 当你的佛教杂志事后还去采访 把故事记录下来 他们的总结就是说 一个普通道不能再普通的出家人 在世的时候完全不受人家重视 而且还被人家看不起 竟然念佛还能够得度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是的 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但是这个奇迹的根本 不因为他个人有什么修持 而是在于说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在于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阿弥陀佛在第十八愿 发愿就是要度十方念佛众生的 这真的不是骗人的 真的是真实不假的 我们想想看 刚才那些人有什么特别的吗? 他们根本一点都不特别啊 有些甚至习气烦恼业障很重 那我们看 第一个是在家人念佛 他什么都不会 连吃素都没有吃素 就是一个老人家 第二个是出家人 但因为中年出家 烦恼习气很多 在世约被人家排斥 那第三个是业障病苦 傻傻呆呆的 在世没有人重视过 但是三位都是念佛往生净土 而且是很殊胜的走的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说 他们都是欲知识字 他们三位共同点 就是在于说 每天都有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说没有《南无阿弥陀佛》的话 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成就的 不可能说过世以后 他们的事迹还会被佛教界记录下来的 是啊各位 如果今天他们没有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话 请问我们还要记录什么呢? 难道说你记录他们一辈子没有吃素 烦烦恼恼 业障深重吗? 当然不是嘛 所以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月的救度 是这句不可思议的《南无阿弥陀佛》 让他们有缺点的人生 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让念佛法门更能启发人家的信心 是不是各位? 你们听完这三个人的故事 请问有没有信心呢? 有嘛 所以虽然说他们人生是有缺点的 但是他们有念佛 就让阿弥陀佛更加发光发热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有烦恼 有习气是不好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们这些人 其实在平常生活当中也过得不好的 你看说人家排斥 业障 病苦 什么的都有 有烦恼 有习气 当然就是有这些所谓的副作用 所以我们念佛人在平常生活当中 能够做多少就尽量做多少 尤其如果说我们还要弘扬这个念佛法门 要跟别人介绍 那我们自己的人格心性就是很重要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人脾气都很坏 整天得罪人 吝啬 爱计较 那这种人也是很难劝人家念佛的 是不是? 当然的嘛 一个脾气坏的人还要介绍人家念佛 那这个我们讲 你不要吓到人算是很好了 所以平常的生活 我们能够态度柔软 温和 大方 是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介绍别人念佛的 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自己毕竟是一个凡夫 也做不到圆满 但是总是尽力而为就是 我们也不会因为说 我们自身的缺点就失去对阿弥陀佛救度的信心 那因为阿弥陀佛是可以救度到十方众生的 不管任何人 不管是什么人念佛都管用 阿弥陀佛都能够救度 那这一生不圆满也好 以后到了极乐世界就通通圆满了 那今天是学习到阿弥陀佛第十八月里面 讲到十方众生的部分 十方众生就代表说阿弥陀佛能够度到十方所有一切的众生 任何人念佛都能够得度 而且十方众生里面佛说是特别指向有烦恼的凡夫众生 而且在烦恼深中的众生里面 特别指向五逆十二比地狱的众生 特别指向五逆十二罪恶众生 并不是说是鼓励众生造业 而是说当五逆十二的众生都能够念佛得度的话 那就代表所有众生念佛都没有问题了 如果单单只是讲菩萨还是阿罗汉念佛得度 那是很多人会被漏掉的 唯有能够度到这个五逆十二 才能够真正满度到十方众生的愿力 这就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里面十方众生的含义 那结束之前 我先把今天学习到的经句法语读一遍好了 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第十八愿 那好 那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 那么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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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佛佛 денег 奸佛 prices for sale 佛菲米娃威厂 博达薛电汤 佛佛佛菁米娃威厂 佛佛思佛 佛菲米娃威厂 佛菲米娃威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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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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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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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等是一切 同发菩提心 往生安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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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道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